你看牠彩虾 放這個黑黑的 蟹肉炒飯 沒有吃過那種味道 這很特別 它有鹹味 它有放鹽巴對不對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現在我跟我老公呢 在一個非常有名的餐廳 他是在越南 算是蠻厲害的一個餐廳 它也是在越南唯一一個 就是有列入在 亞洲五十裡面 名單裡面的一個餐廳 它叫阿南塞工 然後他的Google的評價也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厲害 你看看我們這種雕嘴的老公呢 喜不喜歡這種 新式的越南的 菜吧 我們現在是去逛吧 空觀看他的 對 他說他帶我們去看一圈 歡迎 包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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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耶 這裡是他的 包 對啊 好 好 好 這邊還是往上 哇 你看 前壁 上面 哇 這裡很漂亮耶 這裡 看一下 還看到彩霞耶 你知道嗎 你看那彩霞 這裡還不錯啊 真的熱一點 對啊 在下面吃耶 對啊 感覺不錯耶 你看那下面很不錯 Rooft bar 感覺是喝酒 對 Rooft bar 你聽得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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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聽得不懂 聽得不懂 好像 你聽得不懂 看 這是一照 這是一個 好 想吃哪一個 我跟他講一下 其實阿南西貢我們 行前有參考了一下 他 2022年的時候還是前五師啦 不過現在好像是六八吧 哇 反正就是偏後面 那時候前面的時候 拜託這麼陽的味道 但是就是越南很強的餐廳 所以我們就來享受試試看 然後我們這次點的是 一人套餐要60美金 第一點5M的越南幣 然後60美金 然後我們來看看 到底值不值得 在這裡吃那麼 算是 在這裡算蠻貴的一個餐廳吧 你再來有什麼期待嗎 其實我們來之前也沒有看什麼 就是人家來吃的影片 對但是我看到他是在亞洲五十強 我們就 因為我們來了 這麼久也吃了不少餐了 你看看他這邊的料理 到底是不是可以 好有越南的特色 然後有一些 創新的讓人家吃起來不一樣的那種口感 對 這個是那個 西貢的啤酒 對 然後一個 這個是他的那個 叫什麼 調酒吧 有一個什麼 對 French 好像有玫瑰什麼的 然後還有加一個荔枝 中間那個我忘記什麼東西 那就是蠻 好像蠻厲害的 就是店員推薦 那我們去點去看 那我們去點去看 什麼味道 嗯 草莓 草莓 這個 哈 我想起來 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French Rousse 第二個就是有一個什麼 Distrawberry 然後第三個就是什麼 Lichy 荔枝 第三個混在一起 所以那個味道 大家想念一下大概就會知道 還是蠻好的 荔枝味沒有很重 大部分是草莓味道 沒有什麼酒味 喝不出來 微甜 嗯 還不錯 哇 你看下面的人吃的 嗯 嗯 它就黏住了 對 怕會丟 好像那個 我聞到的味道是那種 像薯片的味道 裡面好像很鮑魚 對阿 有熟們 它很像那個 壽司那種東西 嗯 看壽司店的那種 裡面有點辣辣的 鮭魚子味道比較重 其實其他的都是陪襯的 對 然後 我覺得是開胃吧 你沒有開胃啊 這是一個像壽司的感覺 全菜 全菜 這好像蠻有名的 它在這裡 我發現很多人來這裡都會點 Glue Rue Pong 然後 Haco 這個東西 哇好漂亮 烤過的檸檬 好多汁耶 它就是 主要是蝦肉嘛 然後有一些 肉醬 然後混著那個 就算是那個 洋蔥吧 然後還有一些生菜啊 然後 胡蘿蔔絲 然後香菜 那些 還有一些這個什麼 三色錦還是什麼的 花類在那邊 綜合一下它的那種香氣 然後最後你再擠上那個檸檬 檸檬會有一點酸 它主要就是一個 海鮮配檸檬的味道這樣 然後 餅皮其實很脆 越南它蠻多這種 就是 用那種脆脆的餅皮去包料理的那種 菜色 還不錯啊 把所有的東西放在裡面上去 對 很小怎麼放完 像嗎 對 怎麼樣好吃嗎 這很有 越南的味道 嗯哼 它有一個香氣 好像這之後 葉刀 味道 對葉子的香氣 然後呢 它的這個 這個東西就很像 我們 我們去吃那個 河粉啊 那些料的味道 反正我覺得它就是完全就是 很越南的那種新式的料理 還有這個 跟我們中午吃的時候很像的那種 片片的 它鴨肉怎麼樣 它鴨肉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鴨肉反正沒有去注意到 你反正注意到 是它的那個 香氣帶上來的那種 感覺 它肉還好我覺得還好 這一個是那個 羊桃 這片是羊桃 小羊桃綠綠綠的 它鴨肉就是一個肉那種感覺 對 它這一道就是把 很多種的食材的味道 然後它也有一些那種生菜啊 薑 然後 鴨肉 九層塔 這樣子 一個一個味道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混在一起 就是 辣雜味的感覺 就很像那個 越南每次要包東西 那種 加這個加那個加 那種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它 可能需要一個什麼sauce 把它 中和在一起 會更好 但這感覺就像 越南那種 新式料理 創意料理 嗯 它這蝦餅 你可以吃出它有點那種 火烤的 焦焦的味道 對 這是 魷魚 然後這個是它的醬 它的那個 墨汁吧 是嗎 應該算墨汁 然後這是 一個辣椒醬 HERB SQUID SQUID INK SAUCE 它墨汁 對 然後這個是 什麼 Chili sauce 墨汁 墨汁 再接 它魷魚蠻新鮮的 很脆 很有嚼勁 然後烤的也剛好 就是肉還蠻 蠻juice的 蠻多汁的 所以它就說了 它是選用當地最新鮮的食材 因為它就是想要用當地最新鮮的食材 最道地的食材去做它的料理 然後它外表有一些黑黑的 但是那應該也不是烤焦 應該是有塗一些 什麼醬汁之類的 所以你沒有吃到焦的味道 微微的吧 但是可以接受 還不錯 還不錯 墨汁 其實沒什麼味道 老實說 就是有一點那種 酸酸的味道 但是有可能是其他香料 香菜的味道 就是那些香草 香草 不是香菜 香草 所以你覺得還不錯 對啊 就是你單吃它那個東西啊 你就可以吃出芒果青的味道 這應該是那種 綠芒果去結絲的 它有一點那種酸澀 但是又不會這麼超過 剛好可以提味一下 不錯啊 算這個黑黑的 它這裡有靈魂 有一個提起來 那個鮮味更鮮 嗯 薑汁嗎 還是芒果絲啊 有一點芒果味 你覺得它這個辣 這個辣椒醬也是錯 吃魚是很新鮮 很嫩 它沒有 我也沒有說烤它過焦 這就是 越南的春捲 薩春捲 它配這是菜嗎 蛤 對包著 然後全部 沾那個醬 它說包著啊 刁難我這感覺 對 因為這個其實人家都是用手吃 好 入香肥福 入盡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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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爛喔 所以才會用菜包的那個 然後沾醬汁 爆香 爆煙 你看 我吃嗎 它的餅 它的皮沒有 之前我在外面吃的那種 超很厚 很脆 很脆的那種 比較薄 所以它吃到的是比較裡面 肉的餡 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吃起來就像那種 就是越南的春捲啊 就是我沒有 我沒有吃出什麼 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感覺 嗯哼 我覺得它沒有 沒有讓我覺得 很surprise的感覺 所以這一道有幾個嗎 幾個嗎 我覺得還好耶 就是 如果 沒有surprise到我 好 沒有說幾個就是不幾個 沒有 我覺得還好 好 很燙 好 好吧 就是 這是普通的 炸春捲 對啊 就這樣 而且我覺得 我也比較喜歡 那種外面 很酥酥脆脆的感覺 這個沒有 所以有加一點蟹肉 再普通不夠的炸春捲 可能料比較足之類的 嗯哼 我覺得它不如把那個 那個芒果青包進去 搞不好脆脆色色的吃起來 又是另外一種味道也不錯 那可能已經太多重複的味道 對啊 這個叫什麼 這個米粉嗎 對啦 米粉 對 它是把它捏成 壓成那個片狀 在那邊 所以 看起來也會認不出那種 但是它其實細看是一絲一絲的 對 這是安德斯牛 然後這個是 蟹肉炒飯 吃了 蟹肉炒飯 吃了 蟹肉炒飯 喔它兩個一起上 對一起上 聽說蟹肉炒飯很經典 是這裡很多人都會點 是喔 有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啊 我看很多那個網路都有一堆人點 所以我們先吃一口飯 這邊缺點就是很多那種小飛蟲 還好 不過當我們有一道菜 那個小飛蟲飛進去 那個服務生看到了 直接幫我們換行 上面有一些蟹肉一絲一絲 它炒的其實蠻清淡的 對 你可以吃到那些都一絲一絲的 真的是蟹肉的味道 很新鮮 很新鮮 然後它沒有過多的調味 一個炒飯可以做成這樣OK嗎 對 它沒有過多的調味 但是它有一些那種 薑 薑末在裡面 所以其實吃起來 有一種那種微微的薑的那種辣的口感 那其實沒有辣 但是你會吃到那個薑的味道 所以你覺得這個炒飯做得很厲害 嗯 蠻厲害的 它有還原那個食材的鮮甜味 那這個應該是某一種芹菜類的 也是脆脆的 增加那個口感 對 也有一些那個 蛋絲在裡面 聞起來是蠻香的 對 好啦 來吃牛排 牛排 要的先生就是 很挑咧 它有那種 紅酒醬汁的味道 紅酒 就是 Roster的那種味道 就是 烘焙過 多好 它這一塊是牛的鯉雞肉 但是其實 沒有一般那種鯉雞肉這麼柴 肉汁都有鎖在裡面 但是它肉是烘焙到全熟了 但是不柴 它味道其實調的也沒有說很不好 但是就是那種類似那種紅酒醬汁的味道 哦 會覺得很浪費掉嗎 嗯 還好 因為它就是 它把一塊沒有這麼juicy的肉 把肉汁都鎖在裡面了 所以其實這也是蠻厲害的 很厲害的炒飯 它完全就是 就是你只吃到那種蟹肉的味道 雖然就是 沒有蓋掉它 就是炒飯的味完全沒有被蓋掉 那種蟹肉的味道 然後它的蟹肉也是真的 真嫩然後很精健彈牙 這炒飯不錯 它就是不是重口味那種 中華料的味道 它是那種 清淡的 然後 像那個蟹味 提升它的味道的那種 不錯 奉中安格斯 我覺得這有點像那種 中華料的味道 酸辣 爆炒 牛肉的感覺 嗯 但是那要蔥啊 這沒有蔥 有一種港式的那種 清飽 風飽的那種 料理的感覺 有一點的 因為它又加了那個 青椒 對 青椒牛肉 紅椒 它裡面那個牛肉 確實比較 滿多汁的 但是它是那種 它不是那種很 油的那種 油脂很多的那種 它比較像吃那種 比較柴一點地方那種 雞胸肉那種 雞胸肉那種 你的咖啡椒綠 你給你 喔 OK 雞胸肉 OK 喔它是跟這個一樣啦 就是這個啦 嗯哼 一樣的東西 所以 要把它摳下來 對 對它是一個像果凍的東西吧 好黑 好黑 然後放在裡面吃吧 你可以單吃吧 可以啊 就是 可以聞一下咖啡豆的香味 聞一下咖啡豆的香味 對 然後再吃一下咖啡的 慕斯 對 直接混進去吃吧 你可以吃一個 不一樣的 就是那種 很濃的咖啡果凍的味道 喔 濃的咖啡果凍 好吃嗎 很濃的 很香啊 因為越南就產咖啡嘛 喔 慕斯 巧克力 慕斯跟 咖啡 咖啡凍 對 它巧克力蠻苦的 喔 所以你喜歡這種 它這個咖啡凍 比它上面的咖啡凍還硬 就吃起來不太一樣 有點像巧克力口感 就這樣吃巧克力的那種咖啡凍 對 有巧克力的味道 也有咖啡的味道 這應該蠻苦的 微苦微苦 不會有很甜的那種甜食 他說的嘛 這是慕斯 所以它是慕斯 很快樂嗎 吃起來 比較甜 嗯 甜倒是還好 所以喜歡嗎 最好吃的是甜點嗎 嗯 不是 最好吃絕對不是甜點 香耶 感覺很純的那種咖啡 很甜的味道 好 它巧克力很好吃耶 很有水準 它巧克力是我喜歡那種不會很甜的那種 它又不會有一種 風藏 那種化學感的那種巧克力味 就感覺沒有那麼純的巧克力的味道 這個巧克力很純 它味道吃起來很 嗯哼 還要苦苦的 然後我不喜歡那種太甜的那種巧克力 但這個沒有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巧克力凍 對 咖啡凍 對咖啡凍 帶著苦 我覺得 混合起來還是會 爽 爽 爽 就是怕甜的人 不會覺得 這個很難下口 因為它是 不會很甜 它就一點點 所以你覺得這個甜點 你可以給幾分 70 嗯 70分 就也沒有說到很厲害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 就 有過 感覺評價很高 但是其實吃起來 你就覺得 好像其實外面 我們經常也蠻常吃到 這種味道 嗯哼 像 Family Mom的那個 冰糖 我覺得 也弄得還蠻不錯的 這球叫什麼 Rice Mochi 應該是芝麻了吧 然後裡面有什麼巧克力 真的蠻硬的 這感覺要一口吃下去 對 裡面有巧克力 這就是 包著 巧克力的 麻老 麻老 嗯 不錯 滿新奇的啊 所以你覺得 分 開那個70分 這個幾分 有沒有高過它 嗯 嗯 沒有 我覺得是70分 大概70分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東西 湊在一起 也不是說真的這麼合 但我不喜歡它裡面 加那個巧克力 我覺得它巧克力 包裡面我覺得變 沒有很好吃耶 我反正覺得 剛剛的巧克力味道 我還已經覺得 這個巧克力味道 我覺得 很喜歡 所以我還是說是 我覺得它一定會包 那種 中南亞 比較有名的 翻炭 會更適合 所以我們有 我們有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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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議 你先試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 好 這是最後一個 這個 那一個是 什麼東西 黑 黑的 酸酸的 蔓越的 藍莓 它醬 醬 酸酸的醬 黑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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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看 沒有吃過這種味道 對 黑蒜醬 它確實是有那個蒜頭的味道 它確實是有那個蒜頭的味道 就是像 我們之前有喝過那種 什麼黑蒜頭 雞湯的那個黑蒜頭 然後它跟草莓 我覺得 對對對 好像真的可以 因為那個有點微酸 它草莓也是那種 酸甜酸甜的感覺 但是然後它加的黑蒜頭醬 讓你這個草莓 又有一點那種 發酵過後 黑蒜的那種味道 那種味道 那種miss開始 就是很奇妙 我覺得它光是這個草莓就勝過 它剛端上來那一盤 對 它剛端上來那一盤 對 它剛端上來那一盤 就是 好是好 有創新 但是我覺得就是 拼湊在一起 好不好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麻辣巧克力球 那種 對 就是拼湊在一起 對 對 那我覺得它這個東西真的是 你就吃起來會有那種 味之一亮的那種感覺 對 味蕾也會有一點 驚訝的一點 一顆 它叫什麼果 就是 燈籠果 就是 燈籠果 就是我們有看過的有沒有 你記得嗎 它是一顆那種燈籠 然後拔開來裡面是黃金 沒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嗎 我們不是有看過 對 就是那個 那個吃起來就是這個 所以你覺得很驚訝 蠻特殊的 你第一口碰到你舌頭的時候 它就辣了 但是之後是那種酸甜酸甜的口感 吃起來有點像番茄 酸甜辣 對不對 很奇妙的東西 這很特別 它有鹹味 它有放鹽巴 對不對 有巴 酸甜鹹 但是因為我沒有吃過這個 燈籠果 本來的味道 所以 還蠻驚訝的 又辣 它那天放你舌頭 你一感覺覺得要辣 辣了之後 你會感覺慢慢咬 要有那個酸 那個甜味慢慢出來 然後之後 你再吃到後面的時候 你發現廚師有放一點鹽巴下去 然後吃起來就有那個鹹味 就整個過程我覺得還不錯 這一盤應該比放一盤好 下一個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一通 吃吃看這個巧克力到底行不行 還好 還好 普通 就是巧克力 沒有很特別 好我們來說說 剛剛我們吃了 3892 然後350 大概390萬元 也很頓 對 然後等於台幣 五千塊 對 五千多塊 然後呢 整體來說呢 環境呢 非常小 非常窄 它的椅子已經被人推了好幾次 你知道我椅子一直在人家種嗎 吃的我覺得很多蠻特別特殊的食物跟食材啦 對 但是你說需要花那麼多錢去吃嗎 不太需要 就是它食材的價格應該不到 到它這個販賣這個價格的十分之一老材 應該說 我們說它的整個食材我覺得吃了就覺得沒有十五千塊這個價值吧 嗯哼 就是它雖然感覺好像蠻多道的 但是我也沒有覺得所有都好像非常很搞剛啊 還是非常特殊的我覺得非吃它不可 它食材比較貴的我覺得應該是那個Australia的那個 就是 牛肉 對 嗯 甜點我覺得 就水 後面那個水果不錯 對 它在每一道菜其實 有一些那種小巧思或是小創意 但是 我們覺得可能 不太值這麼多錢 因為其實它有加了兩個杯酒 因為它就會問你要不要點什麼水 就是飲料啊 沒有我們好像沒有說要點的時候 它好像一直問這麼說應該是要點吧 然後我們就點那兩杯酒 這樣喝喝看 欸其實也一杯酒還不錯啦 那個調酒 對你可以綜合一下那個每一道菜之間的那個 緩合一下的味 對 但是我覺得真的還好啦 就雖然說它在越南算是第一 就是排名第一 就是在那個亞洲那個50 那邊它在 就是越南上那個榜的蠻少的 它算上在榜內我覺得 應該算是比較有厲害的感覺 對它希望可能高了一些 所以就可能去那邊吃的時候覺得 嗯好像還不夠 就是不夠我覺得 可以用5000塊去買單的感覺 對 加上越南我覺得 好像物質不應該那麼貴 5000塊感覺我們在台北也可以吃得蠻好 對啊 也不是台北啦 就是台灣 應該下次不會再來吃 就是感覺給了這個5000塊還要有一點小心痛的感覺 它其實 它店內是蠻吵的啦 就有那種 網美的那種 酒吧的那種感覺 對 很多外國人其實是來這邊喝一杯 沒什麼吃的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 如果你們想要去嘗試的話是可以的 但是 想要吃一些真正合理的好不好 CP值比較高的越南料理 那其實這個胡志明是還有很多選擇的 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掰掰